现在无剂潮的热火朝天,机器人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进展。日本推出美女机器人妻子机器人。当我们还为科幻片里那些无所不能的机器人,惊叹不已时没想到现实尽现实。大量外形逼真功能齐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不断显现。 刚刚日本研发出一款美女机器人,将其命名为妻子。光看它的外形,你能识别出它其实只是一个机器人吗?为了打造出最低针的效果,科学家们采用了最先进材料。智能化恒温装置,让它的触感,与人类一样,柔软温暖。体内的智能芯片,能够和你无障碍交谈。 以甜美可爱,可以温柔娇羞。可以爽朗幽默,而且能够自动分析的情绪。非常善解人意,这可真是广大宅男朋友们的福音。目前我国单身数量越来越多,20岁到30岁的单身人口已接近2亿。 而男女比例失衡,丈母娘要求越来越苛刻的情况下。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朋友感到迷茫,真的不知道该和谁一起孤独终老了。 不得不说,人工智能的发展,真的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未来AI时代的爱情。真的能够实现完美的爱情,你的另一半将是最懂你的那个人。 由于先进的算法,可以自动分析,你的爱好,行为,你的情绪,了解你的一切所思所想。从而做出最想要的行为,成为你最想要的人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,是不是满足你对于爱情。 假如真的能够匹配出,与你爱好,行为,情绪相同另外一半。真的很想知道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。 妻子机器人出现了,很多女性就不乐意了,呼吁制造男机器人。不知道机器人的出现是好是坏,但是机器人的出现的必然的。我们应该做好应对措施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